兄弟们,你们知道我玩体验服最难受的是什么吗? 不是对枪对不过 不是被老留音 而是没有队友带我飞呀 而今天我终于,终于凑齐了四个小粉丝 尤其是这个六套飞鱼头的粉丝兄弟 瞬间就有满满的安全感呀 既然粉丝都齐好装备了,那我也不能落下 直接无假VSS 这版的目标就是挑战和粉丝兄弟杀川军岗 我感觉是挑战被大佬粉丝带飞更实际一点啊 虽然最近的无数点是餐厅 但是餐厅附近加上我们,起码有两队人在啊 不过看了看粉丝名字前的帅气标志 怕什么,直接冲 有大佬粉丝我怕谁 其他队好像还没来 那棉包就给我们的粉丝舔吧 我们去开钥匙房 看吧 我说什么来着 其他队这不就来了 我就说吧兄弟们 完全是大佬带我飞呀 等会这是哪啊,我怎么找不到路了 算了算了,我也别给队友添乱了 还记得上次我说的餐厅队面的二楼吗 就是这里,是个老六点 我们就在这加枪好了 掩护队友才是我等喊喊应该做的 不是吧,队友怎么已经被偷死了 还真是这个老六点偷袭的我队友啊 这能忍,一颗雷扔过去 应该是没干掉 风格烟冲他 看到没,在打我 果然没干掉 我们从后面直接热上去 敢打我队友,不可饶恕 等一下队友吧 可别阴沟里翻车了 一颗顺暴雷扔楼顶造成耳鸣 直接冲 在这儿 啊这,根本用不到我 先别掉以轻心,再去楼顶排下点 没人了,没人了 我感觉我啥都没干呀 也就扔了个顺暴雷 也算是混了个助攻吧 把队友的装备带一下 我们再去从行政楼 直接去保卫营摸钥匙房 等会儿,有枪声 队友说头顶就有人 不慌不慌,直接送他个手来 不对,就在一楼右下角 哎,这个人送回去不出来了 在这儿,我直接打 这没打掉 旁边也出来一个 完蛋啊,这VSS稍微远点真的不好打呀 先换个位置,以防被一颗雷干掉 打波药,想想怎么打他们 你们还记得外侧的金属楼梯吗 走那儿上三楼 再下去找到他们不就行了 从他们高打敌 变成我们高打敌了 说走就走 一颗雷则上耳鸣 听到没,就在楼上 我们不急不用冲 直接上楼顶 从BOSS房下来 跟队友一块冲二楼 就在这儿 哎,队友总被秒了 提前架枪 直接爆头干掉 没人了吧 先打个药 以防万一还有老六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太谨慎了 你看这是不是老六吧 幸亏我穿的五甲呀 差点被他偷死 我还没打止痛 这要是一颗雷过来 哎呦,真的来了一颗雷 幸亏我福大命大 打药打药 像这种在房子里 当老六不出来 而且时间也快结束的 根本不需要冲他 多危险 我们在车里点附近 仔细听脚步 等他要撤出来的这一刻 直接冲上去扫他 就你喜欢当老六是吧 给我倒下吧你 成功干掉 这应该是军港 最后一个零了吧 算不算杀超军港了 这人的装备不太好 RPK还有AK102 一弹还是三几弹 怪不得打不动我呢 我也是找到了 这个下水道撤离点 就在这进去 走到头就是了 成功撤离 这把赚了28万 虽然赚的不多 但是杀穿军港了 挑战成功 如果你还想看 大佬粉丝带我飞的话 一定要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